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前一陣子釋出的真格模式區域篇 今天來分享塔樓篇 這個模式在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相對於新手朋友會比較好上手 原因是因為目標是固定移動式的 模式的速度上來說比較好掌握 但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表示它不需要觀念或技巧喔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來跟大家分享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點先來說說模式規則 1-1 將塔樓運送至終點 真格塔樓的規則是將設置於中場的塔樓 以站上去的方式運送至終點 在推進的過程中技術會持續減少 然而減少的多果則會成為勝敗的關鍵 1-1-2 抵達終點同時也成為完勝 將塔樓運送至終點技術倒數至0 即便比賽時間還有勝也會直接判定為比賽結束 獲勝方得到完勝 反之亦然 1-1-3 比賽時間結束的同時技術少的一方獲勝 不論在哪一方在5分鐘內沒有完勝的情況下 比賽時間結束時技術減少最多的一方獲勝 1-2 抵達關門時會暫時停止 在抵達終點前的道路上設置著所謂的關門 關門有1-3道左右可以在畫面的上方看到 這個就是在經過的途中就會暫時停止發生 持續站上塔樓的話 關門的耐久值就會減少 當倒數至0突破關門的時候 塔樓就會持續前進 關門的倒數技術可以透過塔樓上的數字 及上方的關門計量表來監測目前的狀況如何 1-2-1 站上塔樓的人數多的話 可以更快突破關門 塔樓上的人數如果超過1人時 倒數的時間將會加快 不過最多2人超過2人的速率是一樣的 所以在進入關門時 若情況允許有意識戰塔是非常重要的喔 1-2-2關門突破失敗的話 耐久值將會重置 如果正值關門之中被敵方奪回塔樓時 正在減少的耐久值是會重置的 所以在關門倒數期間 要確實的保護塔上的人員是非常重要的 1-2-3已通過的關門將不需要再次停止 一旦突破的關門 即便中間過程中塔樓有回歸中場 下次再經過之時 也不需要再次等待 將會直接通過 所以記得不再有停留的感覺 可以安心的向前進攻 1-3 變成中立狀態時 塔樓會回歸中場 無論哪一方在沒有站上塔的情況下 持續數秒過後 塔樓將會回到中場 此事表示塔樓處於中立狀態 在進攻到敵方的陣營時 有意識留意不要讓塔樓變成中立狀態 發現塔樓沒有在推進時 記得要去站個塔 1-4 塔樓在確保狀態時 會自動增加SP蓄力值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小知識 不過SP蓄力值增加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在我方確保塔樓的情況下 第二種是不論哪一方 都沒有確保塔樓的情況下落後的一方 上述兩個條件 不論哪一個滿足的時候 SP的蓄力值都會慢慢增加 如果相對SP較有優勢的玩家 可以鎖定這個方式有意識的站塔 1-5 進入延長賽的逆轉機會 當比賽時間結束時落後的一方 將擁有進入延長賽的機會 1-5 進入延長賽的條件 第一點是落後的一方必須站在塔上 第二點是落後的一方知道剛剛都在塔上 但塔上一時沒有人站 且尚未回到中立狀態的情況 1-5 延長賽結束的條件 第一點領先方將塔樓奪回站上 第二點塔樓處於中立狀態 這點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沒有問題 作為一個移動目標的模式 當然這個目標要有意識站上去就是最重要的關鍵 簡單來說要如何不被敵人擊殺 安全穩固的將塔樓推進就是大家要思考的 2-1 塔樓在推進的過程中要思考的戰略意識 2-1 出動時的優勢戰略 在塔樓模式一開始到家到場中時 建議先不要戰塔先將人數優勢建立出來 由於出動先戰塔很容易讓塔上的人遭到敵方的擊殺 因為塔上的範圍很小又處於一個小高處 為了不讓出動我方人數過少的情況 通常我們會先進行一波對戰 建立出我方的人數優勢後 在安全的情況下再戰塔推進 2-2 在推進時一人戰塔三人進攻 塔樓在推進不論幾個人戰塔速率都是不會改變的 在推進時期戰塔的人員是誰非常重要 其他的三人必須為了對抗敵方而做好徒弟及埋伏的準備 站好相對應的地理位置 將塔樓周圍的地板補好 等待時機對應敵人安全地將塔樓持續推進 2-3 基本上儘量由長射程的人來戰塔 在塔樓推進的時候大部分會推薦由長射程的人站塔 因為可以在小高處的位置可以更好驅趕遠方的敵人 但並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 由長射程的來戰就是最佳的選擇 舉例來說當抵達關門時短射程的敵方會突入上塔做反擊 此時長射程的人可以移動到短射程 無法攻擊到的距離將對方擊殺或是驅趕 2-4 戰塔如果危險就下塔戰鬥 持續性的戰塔雖然可以作為推進 但如果推進的幅度很小 那使戰塔換來的陣亡是非常虧的 當你在塔上已經被瞄準的時候 適度的下塔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在下塔後就猶如出動時期再次的與敵方對戰 建立出良好的人數優勢 再持續戰塔推進吧 2-5 為了突破關門使用SP吧 在抵達關門塔樓暫停的同時 確實非常容易遭受到敵方的海量攻擊 這時要突破關門就非常的不容易 為了要能夠順利突破關門 SP的使用時機在此就變得非常的重要啦 好好的在進入關門前累積好SP蓄力值 在關鍵時刻使用將是會對於推進技術有很大的影響 2-6 在狀況允許時協助加速關門通過 在前面我們有提到塔樓在抵達關門時是會暫時停止的 此時如果希望他加速倒數的話 可以增加至多兩名隊員於塔上 不過這裡的重點要說的是 不要因為急著推塔而忽略掉敵方過來的進攻 如果在塔上不小心失去 兩名隊員這將會對戰況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一點必須要注意 2-7 利用超級跳躍回歸塔上吧 如果目前的技術即將逆轉 超級跳躍的著陸可以稍稍的推進技術 不過還是要特別留意塔樓的狀況 如果塔樓周圍都是敵墨的話 建議就不要冒然跳躍 被擊倒時記得開啟小地圖看清楚塔樓的狀況 3-3 塔樓被停止時的戰略意志 3-1 不要孤軍奮戰還是要四人同行 不僅限於塔樓模式 想要一寡擊中的逆轉可能性真的太低 所以在場上我方人數較少情況時 好好的防守等待隊友歸隊 以四人的方式互相配合作戰 才是各個模式最重要的關鍵 如果我方人數又是低 適當的可以讓塔樓讓戰線往後拉 才會是上上之特 3-2 在奪回塔樓前累積好SP吧 在擁有SP的情況下能逆轉劣勢的情況 在奪回塔樓之前可以先將自家的地板塗滿 來累積蓄力值 此外 SP 單體大部分都非常強勁 配合上隊友的節奏來組合製造一波大型進攻 或防守意識非常的重要喔 3-3 關門防衛時不要吝嗇你的SP 在防守方抵禦敵人與我方的關門時 對於我方來說 瞄準塔上的人攻擊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敵方當然也會知道這一點 可能也會用SP來做防守 此時我方千萬也要不甘示弱的使用SP 不要感到惋惜戰場上是分秒必真的 3-4 確保強勢的站位點來迎擊對方 塔樓模式的路線在每一張圖都是固定的 所以在各個地圖都有屬於其 防守及進攻的優勢點 如何領先搶下這些優勢點 將會成為推進與防守的關鍵 當塔樓接近時可以給予強壓的進攻或是防守 第四點 肉肉的私心推薦4-1 若有跳碟即可下塔防護 在戰鬥的過程中不免會看到隊友 重生後利用超級跳躍回到塔上 此時可以看到箭頭開始倒數的時候 就可以下塔為前線做支援或是防護 避免同時塔上人數過多遭到對方擊殺 4-2 塔柱的防禦 塔樓中間都有一根柱子 其實這根柱子非常強大 它是一個很好的掩體喔 只要在塔柱與敵人的180度對角 基本上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這是一個戰塔的技巧 但如果今天你是潛沒其中的話 由於在潛沒的時候長度是會超過掩體的 所以就會被狙擊擊中 戰塔的時候要得到180度完美防禦 必須要利用人形的方式來站立 聰明的你應該已經知道 在塔上的時候 就是要看敵人與自己的角度的關係 適度的移動位置 多數的這個情況下 都有很多機會推進不少分數 但是要特別留意 取射射擊爆風範圍的攻擊 只要對方不是打在塔柱上 你還是會被波擊到的喔 43編程留意 當出動時就必須觀察對方5技編程 如果有爆裂系、滾筒系、狙擊系 要特別留意塔柱周邊及狙擊的站位 爆裂系及滾筒系 很常會躲在塔柱周邊等待 如果是在關門大家都上塔加速的時候 一舉可以大量擊殺造成被強制逆轉 狙擊系也是要小心 雖然前面提及塔柱可以防禦 但站位只要沒有完美的180度 還是非常有機會被擊落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斯普拉小教室塔柳篇 希望能讓新手朋友們在真格的路上順順利利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開開心心玩樂不要過度苛責難過 我們最後還是會陸續推出其他模式的詳解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支持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按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連心的 感謝各位的收看 斯普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